她当年是香港第一美女却嫁给跑龙套的,如今丈夫成影第53岁的她素颜静美成这样。 大明星的婚礼难免让人感觉光鲜亮丽又虚假空洞,论起演艺圈真爱,香港影帝张家辉跟她的妻子关永和绝对能撑上模范。 别看现在张家辉是获奖无数的影帝,当年她还未出名时,妻子关永和就已经是香港无线台的当家异姐,主演的苗翠花,最大精致简直轰动全中国。 她的经典代表作驼香师姐素额一角,便定她无限一界的地位。 年轻时的关永和亲历初晨,美得就像仙女。 相较于妻子的风光,张家辉当时还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小小林眼。 由于客串太多还被称为龙套之王,但是关永和却豪气表示。 我是一姐你是龙套,但这阻挡不了我们相爱。 先不管两人演绎事业天差的别,就连双方家境也非常悬殊。 关永和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拥有一栋百平豪宅,但张家辉却跟妈妈姐姐住在小房子里。 从小就要打工补贴家用,这一度让张家辉非常自卑,也想过要分手,但贴心的关永和总是鼓励她。 慢慢来,我相信你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 只要认定了你,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放弃。 外界的压力加上过度入戏终究让张家辉承受不住,她的身心因而失衡并逃离香港,逃到南非住了大半年。 关永和虽然一度想要为爱出走,但她最后选择留在香港照顾张家辉病重的姐姐,耐心等张家辉回来。 就是这番苦手寒聊的举动瓦解了张家辉的顾虑,她豁然开朗。 这么好的女人,应该加倍努力给她更好的生活,而不是选择逃避。 于是爱情长跑十年后她们终于步上红毯,组成了一个家。 不顾自己演艺事业正当红,关永和婚后选择退出演艺圈,在丈夫背后支持,鼓励她。 苦熬多年终究会有好结果,当张家辉以电影证人横扫了当年度的六个影帝大奖。 她在台上发表得奖感延迟,申请表示,所有的功劳都是我妻子的,她是我今生最大的收获。 张家辉的事业蒸蒸日上,知名度也越来越高。 名利双收的她还是从前那个顾家的好男人,媒体时常拍到她带关永和跟小孩一起出游。 在丈夫背后默默支撑这个家的关永和仙少在荧光幕前露面。 当53岁的她被拍到素颜场街买菜时,简直让狗仔不敢相信,因为保养得已的她依旧美丽掀起。 岁月仿佛没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,真的太惊人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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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